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莫非 这是朱昕凌 没错 就是她 有了她之后 就可以将人瞬间催眠 瞬间 从现在起 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 其他什么都听不到了 现在时间 倒回到你和李谦相遇的时候 有一美颜心 你简直不忘忘 一日不见息 思枝如狂狂 什 什么心 什么玩意儿 王爷 不要啊 王爷 不要啊 不用啊 不用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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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子 您快让公主醒过来啊 这 听到我的响指之后 你会立刻醒来 二哥 二哥 你竟突然催眠我 是不是想看我笑话 你这嘴上说不要 行为上 行为上 怎么没法抗拒啊 公主 奴婢方才亲眼所见 就一眨眼的功夫 您就跟没了魂似的 记得有一次 奴婢配合您练习催眠 一炷香的时间都过去了 奴婢还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 那是因为 没有早日得到这个宝物 待本公主再熟练熟练 一下练就最高精进 那 有了这个宝物 那些繁琐的催眠过程 还需不需要呀 催眠过程中 四目相对自不能生 四目相对 越是要探其记忆深处 被催眠者 越需精神集中 总而言之 催眠的根本 就是建立信任 若是被催眠者 有所防备 就算有朱心灵在手 也会事备功半 你呀 不要得意忘形 拿着朱心灵为所欲为 另外 大婚前这几天 在驿馆老实待着 和亲关乎到国家大事 你不可以再任性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从小到大行走江湖 最讲义气 说不走就不走 有了这个宝贝 我定让那北宣九皇子李迁 心甘情愿地给我 灯牛做马 北宣人 不识催眠术 你若是被人发现了 他们定会当作是妖术 知道了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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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